來玩這款台服即將特出的神明召喚師 小色模組相信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啦 我的妹子吧 現在召喚啦 這隻戰鬥普普通通來 也不知道為什麼陸服可以開到一千多服 對不對 極其一丟的英雄碎片就可以合成英雄啦 不要忘了在背包中進升級英雄 可以大幅提升英雄的屬性 英雄穿戴裝備後更加強力 劇情副本可以獲得大量培養英雄的材料 商店 繼續買高級招喚券 它跟那個艾琳四天 就已經有點像了對不對 激活快速拓架拓卷 還可以提升每日次數 讓我們繼續前進吧 20級會有VIP開啟戰鬥倍速啊 20級啊 有點漫長耶 其他戰鬥有點慢 非常高級強力 你一定為了 等於神器的指引 就能重新將起激活 除了大量屬兄家 brighten不完成神獸的神器 等於早日成為失落神器新的主人 先彈到湯嬽嬰 我們可以看一下其他地方了 召喚部分 一次 先打了吧 我先來看一下 推薦陣容 我要變強 五星英雄 五星英雄其實不高欸 0.4 從畫面上來看就是很早期的 放置遊戲啦 好吧我就先推一陣子好了 再抽一張 喔 這隻T2而已啊 啊然後 看一下強度榜的話 神靈大祭司 早期的話是T0角啦 好吧 反正抽到一個五星角 能用就先用了吧 這是T2 喔 這邊完成了 喔 我可以點擊裝備了 8日登錄 華爾基里 這隻也是T0角 然後再來是送什麼 不過現在的活動 奇怪 這次的活動是 凡人修仙傳嘛對不對 陸府這邊的活動是 凡人修仙傳 不知道有沒有跟到 應該是沒有跟到 不知道有沒有跟到 應該是沒有跟到 精靈商店 我想要看一下 其他地方 這一關 這一關打完以後 都可以連起 華爾基里啦 我打了快30關啦 也不會很久啦 大概10分鐘吧 看 我先來做個十點超 又來一張五星了 他在戰兆中 那我就把這隻拍上來吧 保存佈陣 多了一位嘛 來了 早期的T0角子 這隻也有在裡面 不過現在版本喔 多了很多隻角色 所以 現在也算是 不確定啦 欸 啊 在這裡 好啦 反正玩法大陣是這個樣子喔 嗯 福利的話嘛 還可以啦 你就把它當作推官吧 推官給的獎勵還算是蠻豐厚的 然後 角色就是偏早期 所以就普普通通啦 就看你喜不喜歡這種類型 放這遊戲 好 本支影片 就放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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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